稀里里,我是抓马 大家最近一定都被姓史达克的刷屏了吧 我也没忍住,追起了全忧最终记 啊,还在写第二季的我一定要忍住 不能缠入后续的感情 好的,今天我们主要围绕着军灵 来看看第二季的灵魂、黑水河战役 我们还是从还只是个孩子的二鸭说起 二鸭在赫伦堡当上了施老爷的师童 这天,小指头竟然来访 小指头在军灵可是见过二鸭的 二鸭小心翼翼的侧身服侍着两人 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好在小指头专注于阐述自己的提案 没有注意到二鸭 这个提案,我们最后会说 稍晚些时候,二鸭趁着施老爷不注意 偷走了一张关于哥哥罗伯的情报 可是他出门之后被一个士兵打了正着 眼看士兵要找施老爷告状 暴露身份就惨了 他赶紧找到贾昆,让他帮自己杀这第二个人 事发突然,贾昆虽然及时暗杀了士兵 但士兵当着施老爷的面倒下 引起了老爷的警觉 为了找出暗杀者 士家士兵连夜纠察 士家人认为 凶手是近日来连续在附近捣乱 不投靠任何家族的组织 无其兄弟会的人 施老爷已经多次感叹过二鸭聪明过人 从十字贪图等等来看 他都绝不是平民女孩 其实他这里怀疑二鸭身份也不是不可能 但士老爷还是行高其傲 根本不把小丫头当作威胁 还是继续用着二鸭 除了找暗杀者的事情 另一件大事自然是策划 迎战时入黑水湾的老史军队 老爷没有多提关于军灵之战怎么打 反倒是很在意 罗伯逼近老巢凯延城 最终决定连夜出兵来个突袭 二鸭听到这些以后 虎哥哥心切 找到贾坤 保了第三个人的名字 狮子老爷 而且要求他在老爷离开赫伦堡之前下手 贾坤只答应杀人 却不保证杀死人的时间 二鸭一个机灵 爆出了贾坤的名字 贾坤自然不同意 二鸭顺势威胁贾坤 城门即可就离开了 二鸭叫上大牛和小胖子同行 午夜一到 三人不顾有看门士兵 按贾坤的指示往城门走去 原来士兵们早已被暗杀 站在城门前的都是尸体 三人顺利逃出了贺伦堡 天亮时分 贾坤在城外迎接了三人 二鸭表示想跟贾坤学杀人技术 贾坤说 那就得跟他去狭海对安德布拉福斯当无面者 二鸭最想和家人团聚 还是拒绝了 临走前 贾坤送了二鸭一枚硬币 告诉他如果以后改变主意了 就用这枚硬币去找个布拉福斯人带路 只要说一句 瓦勒莫菇雷斯 瓦勒莫菇雷斯就可以了 说完贾坤离开 当他再次看下二鸭的时候 竟然变了一张脸 这就是摩德感情的无面者 最后一记 他们会再相见的 君陵 皇家人来到港口 目送公主出海 色系的小女儿按照小恶魔的治国方针 被送去多恩和亲了 我们也知道小乔有多昏了 而关于他是乱伦杂种的流言 早就传遍了民间 回红堡的路上 民众们咒骂着小乔 引发了暴乱 混乱中 三傻跑进巷子躲藏 反而被暴民追上 几个暴民脱裤子准备抢劫他 好在猎狗最后时刻找到了三傻 结果了暴民 三傻保住了清白身 但他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卷来一巴了 这是三傻的出潮 也意味着 自己要和小乔正式结婚了 学一本还想帮忙隐瞒的 结果猎狗刚好过来 事情还是没满足 瑟西第一时间见了三傻 告诉他现在可以准备 为国王传宗接待了 瑟西传授起自己的爱人之道 既想在诉说真心 又想在试探口风 除了自己的孩子 谁都别爱 当然三傻还是谨慎地表了个决心 我爱小乔 小乔最棒 眼看老使兵离城下 笑恶魔拉着波龙和蜘蛛讨论战略 怎么了都觉得心里没敌 小恶魔推断 老使会在最薄弱的烂泥门附近登陆 可知道登陆帝佑能怎么样呢 两方战力真的相差很多 据情报 老使军队的战阶数是军灵的十倍 军队人数则是五倍 简直碾压极 更头疼的是 小乔似乎对战局紧急 一点感觉也没有 第二天 他跟着小恶魔视察军队 神兜兜的表示 如果老使真的登陆 自己就起码去迎接他 然后用刀在他脸上 划一个大大的笑脸 乔大敌不去搞创作 相反于军灵 老使倒有一种 胜利在握的笃定感 随着战船一步步接近军灵 老使已经开始部署 做上铁王座的计划了 他决定分洋葱为自己的首相 趁着顺分之势 老使舰队提前接近了军灵 第二天夜晚 战役正式大响了 时间稍稍往前一点点 在舰队还没到达之前 军灵城里的人们 已经在做复死的心理准备了 士兵们穿戴整齐 喝起最后的逍遥酒 唱起卡斯特梅的语迹 花个重点 特地提这个名字 是因为以后冯危机 就会花式出现这首歌 非常魔性 大家一定要去搜一下 原曲听哦 瑟西问大学士要了一瓶安眠药 似乎如果战败 他就准备自行了结 小恶魔则换上了战袍 虽然知道敌多我少 但他还是要做最后一波 准备了一套抗战方针 他还问蜘蛛 要来了军灵的下水倒配之徒 此时集结号吹响 三傻带着雪衣一同前往妇人避难所 两人先后遇到了准备上前线的小恶魔和小乔 小恶魔雪衣偷偷告别 小乔则拔出新剑 让三傻亲一口 三傻嘴上夸赞着小乔英勇善战 心里是多希望他能就这么冲动的打前锋 战死沙场 小乔小恶魔等人登上城墙 眼见着剑队即将登陆 小乔着急的大喊射箭 却被小恶魔阻止了 他就这样紧紧看着剑队靠近 大家这时注意到军陵方的船 竟然只出现了一艘 小乔一脸懵逼 而正在老使战舰上的洋葱也满脸狐疑 这船上怎么也没有人 直到战舰从军陵船边上驶过 洋葱才看清 船再往海上排绿色的液体 是野火 洋葱立刻下令绕行 但小恶魔也在同时 下达了射箭的命令 早在待命的波龙点燃一只火箭 直接命中军陵船 砰的一声 船炸了 之前也说过 炎火类似液体炸弹 所到之处接连开花 老使的这一波战斗船 瞬间全军覆没 洋葱的儿子是冲得最近的 他就这样在洋葱面前被活活炸死了 而洋葱也落了船 生死未卜 燃烧的战舰形成了一条天然保护线 小恶魔打出了漂亮的第一击 可圣经百战的老使也没再怕 他开始动员战士 即使要再牺牲上百上千人开路 他们也得越过火线 抢瘫进攻 老使冲在了最前面 士兵们士气大阵 疯疯换上小船 开始滑向城门 军灵方因为野火的出气之声 也士气大阵 弓箭手开始努力射箭 阻止战士上岸 但两方兵力实在悬殊 补上来的人远远都过倒下的人 瞬间就已经打到了城门口 烈狗等人率兵镇守城门 可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看着燃烧起来的黑水盒 向来应用的烈狗 响起了被火烹毁容的恐惧 默默撤回了城内 面对小乔要他战斗到死的命令 被恐惧支配的烈狗 第一次说了拒绝的话 再后来 他就悄悄逃离了军林城 与此同时 避难所里 瑟西一杯又一杯地 灌着自己酒 拉着三傻 大谈自己对战局的想法 似乎他对打胜仗 一点信心都没有 甚至打完仗 父女们就会被强奸 为了免受羞辱 他时刻准备自杀 这时表弟过来通报战况 已经城门要守不住了 瑟西立马让表弟把小乔叫回来避难 老史军还在源源不断的登陆 杀敌 爬成墙 撞成门 眼看着 每一条路线都要被攻破 小乔终于露出了慌张的表情 正好表弟说瑟西要他回红宝 小乔于是假借有事要商量 不顾小恶魔要他留下鼓舞士气 就这么开溜了 说好的骑马迎战 画小丑脸呢 喂 本来就是弱势了 国王跑路 军队的士气一下子降到了最丧 小恶魔看着沿路绝望的战士们 拿起头盔 做起了最后的动员 这一战只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家 军队士气再次被鼓舞 大家纷纷举起武器跟着小恶魔行动 之前小恶魔要来的下水道布局 这时候就发挥了作用 大家穿过下水道来到城门外 从后方突袭了老使军 有一波工程兵被防了下来 大家高呼着半人万岁 可一大大大波僵尸再次来袭 对方人数实在太多了 小恶魔虽然置了一点数高 却是战无诈 被一个敌兵刮伤了脸 瞬间就要晕了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迷糊间 小恶魔似乎产生了错觉 看到天降神兵为自己而战 红宝里 色系带小儿子坐到了天王座上 准备等老使公进来的那一刻 他就带儿子一起去死 大门打开 战士们冲了进来 就在色系要为儿子喝安眠药的那一刻 战士取下头盔 竟是百花骑士 而后 狮子老爷走了进来 原来 天降神兵不是小恶魔的幻觉 施老爷邪玫瑰家族及时赶到 碾压了老使军 眼看都攻进城了 老使不愿意就自放弃 最后还是被手下们扛走 才逃过了一死 战争暂时结束了 施老爷成了大救星 此刻正在大殿里受赏 第二个受赏的是小指头 正是因为他的游说 玫瑰家族才会出手相助 他如愿收封了赫伦宝 那么 玫瑰家族为何会和狮子家结盟呢 百花骑士受赏时 提出 希望能与皇室联姻 也就是说 小指头借缘小玫瑰皇后梦 一击百花骑士想替兰里报仇这两点 说服了玫瑰家族 当然 他肯定在上次赫伦宝 见狮子老爷的时候 也得到了狮子老爷的战略认同 鉴于小乔和三傻有婚约在先 瑟西立刻提出 三傻是叛徒之女 可以不遵守婚约 顺着这个台阶 小乔解除了和三傻的婚约 答应迎娶小玫瑰 以为可以回家了 在没有人看到的几秒钟里 三傻露出了如是重负的笑 只是下一秒 小指头就拉着她 说了小翘不可能放她回去这个事实 但小指头也偷偷许诺 自己定会帮三傻回家 而老使则回溜溜回了龙师岛 她指责红袍女 说好的看到火焰中老子的胜利呢 面对老使的死亡威胁 红袍女依旧笃定说 她就是火焰之子 并告诉她 战争还要打很多年 现在只是个小小开始而已 两人站到了火焰面前 看老使表情 她似乎真的看到了什么了不起的未来 不管是老使的差点取胜 还是施老爷的最终取胜 靠的主要是人多 黑水河之战表现最好的 必须是小恶魔 先是野火以少胜多战胜了老使船队 再是下水道突袭 抵御了一波工程 只是受伤的小恶魔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赶出了首相府 似乎根本没有人记得她做了什么 只有脸上那道深深的刀疤 诉说着她 确实参与了战役 小恶魔失落之际 侍从带着蜘蛛来了 蜘蛛虽然无法明面上继续站队小恶魔了 却表示自己会永远记得 她为君临人们做的一切 而后雪衣也来了 如今的小恶魔毁了容 还不再身居高位 雪衣却依旧表示不离不弃 爱人的拥抱 让她一下子柔软了起来 第二季的名事件黑水河战役就此结束了 下一期就是第二季最后一期哦 除了对北京方面几条线收尾 人气选手小龙一家终于要登场啰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记得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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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